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降劲就来了 眼前这个小伙子叫周世月 是个90后 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老家养驴 记者采访的时候注意到 在周世月养的这么多头驴中 他唯独堆一头小驴特别上心 我家的驴吧 都非常的稳顺 但是就唯独这条小驴 它吧 是浅浅腿瘦了一点伤 你看 我一追它就跑 一追它就跑 一追它就跑 所以让它特别丧火 它那因为什么瘦得伤 因为它太小了现在 冬天吧 它绝里稍微滑 大驴一吃草一挤它就把腿变了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这条驴吧 是我养殖 它顺利出产的第一个小驴点 周世月说 看到这头小驴一天天长大 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这份事业 在一天天壮大 这让它十分开心 问起它当初为何要在大学毕业后 回到家乡来养驴 小伙子说 这跟它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 打工吧 两年多 我吧 不太愿意听别人采一向我 就是这个有点脾气上来吧 就是觉得我自己想干什么 干什么 谁说也不听 就飞上去 那怎么想到回老家来养驴 因为老家这边吧 现在吧 农着物挺多的 但是没有什么企业 没有什么养殖的 我就想回家养一波驴 小伙子的想法是好的 可是二十出头的他 刚回到村里的时候 需要面对的却是乡亲们的不理解 问题他上大学你回来养驴 这玩意有点 叫别人谁也不理解 不老的 百姓啥也不理解 大家怎么个不理解法呢 你上学上好好的 你不拿工作你回家养驴 让周世月感到欣慰的是 家里人很支持他回乡创业 父亲周星丽为儿子筹集了养驴的先妻资金 可是这对父子性格上都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倔 父子俩的矛盾在一开始选驴上就体现了出来 周世月一开始有些急于求成 一心想在父老乡亲们面前证明自己 最后他说动了父亲买了大驴 可因为缺乏经验一开始就吃了大亏 这里就是当初没有经验买了一头老驴 然后他长了眼以后他不爱好 因为口太大了 所以说小驴吃他男以后小驴也是我长了眼 然后就是我花了一段时间灌中药打地球 花了一千五百元给他治好 正因为没有经验周世月吃了不少亏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他一有时间就去驴室观察研究 慢慢的也就练成了选驴的本事 选好的品种只是个开始 周世月最开始养驴的时候 因为性格倔只顾着自己琢磨还犯了不少错 在养驴的空间上就栽了跟头 以前没经验这个院子把圈驴感过于大 然后驴在这院里总跑 跑他不长不要 天天就是跑 驴需要是吃完需要待 需要晒 需要躺 但现在圈大以后他天天就跑 就是跑 跑他就不长不要 那得怎么办呢 怎么办 那现在就是说咱们把那边圈一个简单的采缸房 然后吧 这采缸房现在起到什么作用去 驴跑一会儿 进采缸房他就不跑了 就像一个在圈一样 就消停在那儿待在这儿了 然后现在吧 正常来说咱还得需要填到二头驴圈的这个圈正好 但现在已经困件完了 已经没有办法 为了让驴有更舒适的环境 周世月在驴舍的保暖问题上下了不少功夫 可是没讲到这么一来却起到了反作用 他养的驴接二连三的出现了问题 这些驴舍是太豪华了 怎么个豪华吧 你看啊咱那是正常的驴舍有的都不浮砖 是有土里面 好一点的是浮砖 现在咱们的豪华是水泥地面基础上再浮砖 然后棚顶是采暖 用的全是厚的采缸 全是保温板 就是 我看这边还有热水管 对对对 还有水管 都非常豪华 那这样驴的话不应该更好吗 正常来说是非常好 但是驴其实它是不怕冷 你越热以后 它每天早上会有气 会有滑气 因为驴的本身体温就高 然后产生气以后 它这个毛就容易起烂 所以说咱这已经是反作用了 航华已经没有用了 那咱们要是改良的话 再怎么样怎么搞 改良的话就是 现在我每天都在开窗户 把窗户开来透气 然后早上每天都得去把门台通风 因为现在也建完了也没法改 走了许多的弯路 周世月的心态也从当初的急于求成 变得沉稳起来 有了养驴的经验 今年它还尝试着优化的品种 这是改良 改良 就是说三粉和物质驴 改良以后的驴 它改良之后它有什么特点 这个驴它就说它比三粉驴 它是这个肉发圆 身板是纤细性的 而且特别高调 三粉驴是说有价 肉吧不是特别多 但是这个驴它说肉厚 不要特别好 而且说它长大以后 比那个三粉要更高一点 驴越养越顺 下一步周世月准备在村里 成立合作社 最近很多村民都准备 跟着小周一起养驴了 因为他们觉得眼前的这个年纪轻轻的大学生 有两把刷子 周世月说 他热衷于现在这份养驴事业 如今把驴养好的目标已经实现了 明年他打算带着村里的乡亲们 一起养驴共同致富 要我说啊 咱这驴不怕出名 不怕壮 越出名越好 越壮实越好 因为能够带动一方百姓致富 让乡亲们都共同走上富裕的道路 更关键的是 这个养驴能形成规模 你比如说咱们省养驴养的好地方有啊 观山驴就名声在外 咱们铁领驴也一定能够打上标签 响当当的走进市场 往这看啊 这是养殖场呢 还是动物园呢 二者兼备 咱们看看北镇的李文杰 就是靠这样的真情园走上致富的道路 一到李文杰的真情园就看到五六栋大棚 而他养的真情也就在这几栋大棚里 与别的大棚不同的是 李文杰这大棚里只能用乌烟瘴气来形容了 而把大棚弄成这样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们了 别看野鸡长着好看的羽毛 但是玩土羊沙子可是他们的最爱 不过李文杰说他们不只是玩手那么简单 那个都是那个小鸡的浴池 它就是咱农民老百姓说打仆了洗澡 用土洗澡吗 对土是热的 它都是用着干土去洗澡 它第一个撒面身上的鸡层层 第二个它铝顺羽毛毛管还亮 就是现在这野鸡啊警惕性特别高 你这野鸡一进来它都撒进来 野鸡你要头抹来一看 全是 它都是洗澡 一热天尤其天一热 一只洗两只洗支支都洗 怪不得这大棚总是尘土飞扬 不过野鸡好像天生就喜欢土 你看他们下的蛋小小的颜色远远看去 就跟稍微大的土块没啥区别 你看一不小心 咱们的摄像小哥就踩碎两个 现在咱这里野鸡蛋嘛 每天就在一个里头下大约有二三十个吧 它的产丹率因为咱高温旧 所以高温棚它的温度够 所以说产丹率非常好 刚才这个小哥们给我踩碎了 这地它烂下 老百姓说的就是拿到袋 李文杰养殖真勤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 不过在他手底下长大的野鸡 个个都很精神 看这只野鸡的羽毛多漂亮 别看李文杰现在把野鸡摸得透透的 可他以前只是搞蔬菜种植的 现在的这些大棚就是就地改装 这一进一动的转变还让它吃过大亏 李文杰这可不是光阳野鸡 它养的品种可多着呢 每一栋大棚里都不一样 十二个品种 一共有鸳鸯 孔雀 黑天鹅 还有红户锦鸡 这个孔雀是蓝孔雀 国家大力提倡的养的 这个蓝孔雀 一共有四十来只 应该是 现在农家院四万元非常多 现在农家院四万元多 你说咋样招揽顾客 李文杰在当地很有名气 以前种植蔬菜的时候 大伙就愿意跟着他一块干 现在他转行搞养殖 大伙也经常来看看 问问市场行情 孔雀现在就是 咱们还有这些 往后发展 现在那边有大孔雀 下单以后 因为最低的超过 数越大 越好卖 原来我就是扣鹏 三十来年 就是那个 玩蔬菜 结果呢 这几年蔬菜价格 也不算太理想 所以说为了给老百姓 父老乡亲 他那条新路 我就买了十二个品种 最后将来也都剩两三个 看哪一个就是好卖 看到这些活目乱跳的真情 大伙觉得特别新鲜 围着李文杰问来问去 咱们养着这个东西 最关心的大伙就是 这个养着难度 就是它好有猫 这个我告诉你 防疫是必须的 虽然说是 比如说 是咱也送上驯化来的 但是防疫还得做到到位 先防疫 因为这个东西非常贵 真又得上瘟疫 你真整不了 感觉眼前一亮 这个东西 手来说是个稀有东西 对未来的前景 感觉能看到希望了 给李文杰的真情员分下类 一类是适合吃的 一类是适合观赏的 按照现在的销售情况来看 还是野鸡大雁最走窍 李文杰的儿媳妇王旭 就是最好的销售员 没事追着真情拍视频做直播 最近这销量也是蹭蹭的涨 每天晚上都在卖 都有鸡蛋上 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多少 200多只吧 咱这个鸡蛋是30枚70元一盒 鸡是公鸡是180一对 一对 母鸡现在咱这繁殖母鸡基本不卖 通过网络直播 完了之后朋友圈 现在反正卖的不错 黑龙江上海都有 来客户 对咱发定单 转行三年 李文杰有过失败 不过现在看来 已经是小有成就了 李文杰的真情也越来越走窍了 而他的真情养殖致富路 也是越走越宽 这画面好啊 带劲 我愿意看鸳鸯细水的 孔雀开平的 诗情画意 看着挺热闹 但咱不能光看热闹 内行的说说门道 那怎么才能把真情养好了 咱们一起瞅瞅 真情就是珍稀罕见的鸟类 区别于一般普通的家禽 是国家明令禁止捕杀 予以保护的动物品种 不过一些真情办理合法手续后 就可以养殖了 真情养殖说到不少 乡亲们千万别看市场挺好 就急着下手 小心碰到雷区 就比如说 什么真情可以养 什么不可以养 您知道吗 按照国家保护动物的级别来说 二级和三级保护动物 通过办理相关手续 就可以人工饲养 可一级的就不可以 举个例子 孔雀有蓝孔雀和绿孔雀之分 绿孔雀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是不可以养殖的 蓝孔雀不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就可以饲养 自古以来 人们对于真情野味就情有多钟 以前可以打链 但一些珍稀野味 也只有王公贵族才能品尝得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真情野味的市场需求量更大了 这不 在某网购商城 输入真情野味 就可以检索出很多店铺 看销量还都不错 野鸡的价钱是一百元左右一对 大雁的价格在两百元左右一只 孔雀呢就要看大小了 一只孔雀雏能卖到一百五十元左右 而成年大孔雀就能卖到两三千元一只了 别看真情的市场行情不错 但养殖户需要跑的证件却不少 国家三级保护动物 例如野鸡 就要办理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训养繁殖许可证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 还需要由省级人民政府 林业部门下发的野生动物训养许可证 同时还要办理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才能养殖 和常规养殖相比呢 我们把真情养殖呢 也归类为特种养殖 由于特种养殖有特殊性 所以大家在入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谨慎 先找准定位 先摸准市场的卖门 然后咱们再开始下照里开始养 观众下天气 来到今天的谈天说地 大伙儿早上好 我是一彤 今天是农历正月二十四八九的第六天 今天咱们全省以晴为主 西南风三到四级左右 白天的最高气温呢 在八度到十三度之间 夜间的最低气温在零下七度到二度左右 本周我省的天气只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稳 气温会稳步的回暖 没有明显的降温 只有稳步升温了 天气以晴为主 光照很充足 冷暖活动 均成疲态 没有明显的大风天 那这样的天气 对于大鹏和畜秦养殖来说 是非常有利的 大鹏育央移灾 定值 没有低温和阴天的风险了 在这里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的 粤冬黄瓜金优316现场观摩会呢 定于2019年3月6号上午的10点钟 在辽宁北镇市柳家乡 赵海林农资店举行 那如果说有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积极的参与 了解过天气 咱们来看看乡亲们 今天给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 这位朋友说啊 他们家是葫芦岛地区的 今年呢想种一个 特别一点的玉米品种 能不能给介绍一个 可以鲜实且冷冻效益好的 年玉米呢 那接下来咱们来请技术人员 为他解答一下 我还真知道有一个在生产上 表现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那就是叫万诺2000 万诺2000这个品种啊 它的生育期比较短 当然在这个南北区 共同的实验的过程当中呢 发现它比一般的同类产品 要早熟三天到五天 甚至有的可能要达到一周 当然你这个摘培呢 可能有它的特点 你有的是玉米摘培 有的是直播 有的是在高温期 有的是在低温期 所以它生育期呢 可能稍稍这个 有点出入和它标记的这个生育期 但不管怎么说 万诺2000 它是一个早熟品种 它特别适合我们北方的春季 另外这个品种呢 它的特点呢 因为它皮比较薄 它这个渣子 也就是说我们说 那个含渣率比较低 所以它的口感特别好 它是特别适合鲜石和北方的加工 因为北方的大面积种植的时候 一下子消耗不了那么多鲜石玉米 所以作为加工品种是非常好的 它加工以后呢 颜色不变 同时呢 它加工以后的 再煮的时候 它不反生 所以这也是它主要的一个特点 那这个玉米 它就是卖的时候 会比别的价钱高吗 当然了 万诺2000 在同类的品种进行比较的时候 一般收购商 它都愿意先收这个品种 而且这个品种 每次都要增加到两百钱左右 说明它这个品项好 我们说品项好 就是商品性好 这外观一看漂亮 颜色 给人感觉特别舒服 乳白色 从这个赤来说呢 不凸尖 上下一边粗 是吧 粒子比较大 所以感觉就是愿意收这个品种 从商品性上来看 它是目前生产上比较好的一个品种 而且也经过多年的品笔实验和推广 所以它是一个安全的品种 所以农民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去选购这个品种 农民朋友在选种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要有正规的包装 在包装上一定要有正规的审定品种的编号 国审的有国审的编号 有省里有省里的编号 现在基本都是国审 有的正规的企业它还有二维码 所以你为了证实这个品种是不是真的 你要扫下二维码来进行确认 看个编号可以上网去查 这个品种都是公开的 所以你只要选择大品牌 有正规手续的品种就有安全感 好的如果说你有啥没听清没记住 会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的 都可以拨打农业专家的热线 024-8652-8168 前两天唯有春天问了 说他在工地打工的时候受了伤 但是没有劳动合同 去做工商认定 结果老板不签字也不盖章 这该怎么办呢 劳动纠纷问题啊 是很多外出打工的乡亲们都很关注的 没有合同就相当于您没有证据证明 您和老板之间存在用工关系 这种情况下呢 您就只能去当地的劳动仲裁委提交申请了 如果劳动仲裁部门能够确定你们双方存在着劳动关系 就可以拿着裁决书去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认定工商 这样呢才能拿到工商赔偿 在这儿也要提醒大伙劳动合同必须得签啊 这样才能有效保障大伙的合法权益 安身的张大哥说自己的土地流转给了遂民小王 租赁合同是2012年到2017年 合同到期之后呢 小王没有与他商谈再次流转土地的问题 到现在也没有将土地归还 这该怎么办呢 这样跟您说啊张大哥 根据法律法规合同到期的时候 如果双方都没有提出异议 合同将自动转为无固定期限合同 之后出租方可以随时主张解除合同 也就是说如果通过协商之后 小王还是不归还土地 您就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诉 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土地了 唯有月牙说 他们村啊前一阵发生了一起诈骗案 三五个人冒充政府工作人员 到贫困户家里收取会费 说是每人交16块钱入会 年底呢就能拿到8万到80万元 不等的扶贫资金 不少相信都想着这会费也不贵 纷纷交了钱 后来才知道这是个骗局 要说现在这犯罪分子诈骗手法 是不断的翻新升级 唯有月牙一下通过咱们的节目 给大伙提个醒 比如说告诉你民族资产冻结 要你交钱解冻的是骗子 冒充国家干部进行各种授权任命 通过电话微信要给你发放扶贫款的 也是骗子 还有呢就是以利益诱惑 让你交少部分钱 就能获利数十万上百万的 那就更不用想了肯定是骗子 您呢就记住一条 天上不能掉馅饼 弄不明白的您可以先到相关部门去核实 千万别上当了 铁领的小李问了 说他家呢有六口人 五年前就征地拆迁 已经统计过承包地和安置人口数了 可是这补偿款还没有到手 奶奶就去世了 那奶奶的征地补偿款是不给了 还是可以继承呢 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 凡属于土地征收安置费用的农户家庭内的成员均有权分享该承包收益 即使有人离世了 其应享有的份额也可以作为遗产进行继承 也就是说奶奶享有的承包地份额是可以拿到手的 应按照继承法进行分配 以后大家遇见什么难一件事 遇到实际问题呢 可以和我们那就帮忙联系 我们尽可能的帮大家解决回复 咱们接着往下说 说春耕备耕的时候选种子非常关键 种粮盼啥不就盼丰收盼收成吗 你看后边这个玉米堆 看着就那么喜庆丰收的感觉 今天咱们说说好玉米种子给大家带来的欣喜 大家我感觉你家这凉担子是不是比去年大了 大 去年扩了三十公分 但是地下升得多 地下要升得多 地下要升得多 地下这晚年多 你今天多包地了 没有 那咋的呢 你今天就是品种选的好 富汗和春汗都赶上了 但是这包米就是挺好 今天就丰收了这晚年都多 大姐咱家多少亩的 一百多亩 那能光种一个品种吗 晚年也种好一个 今天就改了种两样品种了 今天是八九九和七一七 红江七一七 就这两个品种照对比别的都好 这磅那个也没有这个云 也没有这个大 就是买的籽呢 也没个这个一定买 就是别厂也买一点的 反正这个也买了 就是对比一下子 今天就一瞅好 就都种这个了 孙金叔元 我是不是得找你算账啊 我发现你一天怎么还偏心眼呢 我怎么偏心眼呢 你看人家胡大姐家这包米 产量还高 还好看 这个包米长得一个个的 你再看看人家那什么玩意 你当初怎么够想你种呢 你怎么能约上我了呢 当初春天来 我是让你家推销的包米 包米这儿 你说我这又贵 像人家你在别人家那买 还给你赌酱品 还请你吃饭 那你不图那小便宜吗 我心里有豆油啥的吗 那你那豆油都是你的 你这个你搬点喝一喝 你说咱那个贵 又说咱的猪子又说 你有什么丑子不太像中似的 我心里一袋便宜四多块钱 我不还省好几百的吗 我给你算一个上啊 大家所有的乡亲们都这么想 说我这个猪子呀 我便宜点 一袋便宜个二十块钱 你喝这一亩地上才便宜多少钱 你包地最少得四五百亩吧 你化肥你得最少得二百块钱一亩吧 人工最少得一百五年收得中吧 种咱们那个红枪七一七 一共一亩地才喝到是五十块钱 你跟别人家买其他品种差二十块钱 那你选择好种子 你包在好的 你吃再多的肥有什么用 所以说每个人都在想 我种子就必须得便宜 但是呢 你其实种子是价值是最大的 但是你们都喝的 它是最省钱的 在你这里付价值里 也是 我看 胡大姐那人家一亩地 比人家多大好几百斤 它一百三十亩地 一亩地打三百斤两 四万斤两 今年八百斤一斤 四不四三万多块钱 你种的地方没花钱 你还得多挣钱 所以说大家在选种的时候 一定要听技术源的 不要只图便宜 而没关注它的质量 它不是说咱们价格高 本身咱们从制种这块 就非常加大力度加大投资 选种选育这块也是掐头去尾 小粒全去掉 而且牙的这块 基本上是99%以上的牙 每个牙都是经过电脑测试的 基本上保证你的地全苗 所以说你大姐家 首先苗就好 除的也好 大姐跟我说了 今天就是埋的地里 最多是三四天 然后发出的苗 还照样非常好 像其他品种 埋了三十天 再发出的苗就矮了 有的时候到一米多 或者一米五 就出条了 咱们这个呢 不但说这个苗好 而且杆也是比较壮实 咱们也是因地主义 每个地区 我们都算你的地 都看一眼 看完之后 我们心里有数了 有些地区 我们不告诉大家 把土也取出样子去 撤下土 拍下房 看一看用啥种 用的好 这都是咱们应该做的 所以说不能单单看 咱们种子的价钱 所以你明年一定听我的 行 我明白了 这把我也划过拐来了 这种子一定得选大厂家的 有保障的 而且还得选因地之仪 适合自己的 对 这可你想开了 其实种大田呢 有人说这个要求挺高的 特别是气候啊 温度啊 还有这个病虫害啊 所以人家挑玉米种子 挑抗性强一点的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样一个种子 看看适不适合您 今儿啊若寒来到了大连市花园口经济区 这马上到年底了哈 大家伙比较关心这个玉米价格问题 那这儿的乡亲们现在粮食卖没卖呢 价格咋样了 若寒打算进村去瞧一瞧 大家咱家今天能收多少的包米 我能收八九万斤 八九万斤 那能有多少亩地啊 是八十亩地吧 卖卖啊 还没卖 咋的呢 不到时候 我现在为止 我没有劲 也得根据你市场行情 我们现在得有意思 家了我不卖 超过九毛多钱我就卖 往年花园口经济区的玉米价格 虽然不是很理想 但产量呢还说得过去 去年上半年 辽宁全省干旱 大连地区也没逃过几十年不遇的高温天气 再加上大风 有些地区的玉米产量少到可怜 就是山顺呢 非常干 秋天在夏天下了一场大雨 刮了一场中风 所有的玉米全倒腹了 你倒了以后 产量就是没有了 基本上 像这个 当地这个劈极的 达到一千的产量就很少很少 遇到倒腹和干旱 乡亲们实在是干着急使不上劲 别人是因为产量不高 想等等行人才不出手 而宋大爷呢 是因为今年自家包米涨势好 才一直判量涨价 宋大爷到底选了啥宝贝种子呢 因为388这个瓶子 它的抗导 跟它整个的直部分部也有关系 它磅上的静杆 它相对要细 磅上的静杆细 磅下的静杆呢 还减减粗 这样呢 它根基稳 起到一个细风作用 再加上它的珠高和碎位 长得合理 珠高呢 一般都在2米7左右 碎位呢 在1米左右 磅呢 中心都在下面 所以说它综合条件下 不管说从根系啊 它静杆呢 还有整个植物土地分布 都证明它是一个 抗导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现在啊 大连地区一等粮的这个价格呢 是在9毛钱左右 很多人啊 都想等在春节前后再卖 在这呢 中海也要提醒您 尽量啊 要选择一些脱水块易储存的品种 而且等行人需谨慎 在合适的时机出手 才能有好效益 梁里面是黑土地 大明白接着往下说啊 说说东港二道八村的七兄妹 那位笑了 是七兄妹是葫芦娃吗 不是葫芦娃 是草莓娃 哎 开玩笑 所以这个七兄妹啊 创业用同一个品种 那就是种草莓 咱们看看兄弟姐妹齐上镇 草莓种的怎么样 在东港市十字街震东的二刀蛙村的一条小河边 八栋温市大棚整齐划一 王家的七个兄弟姐妹 在这个种植小区里已经忙活一年了 现在到了草莓销售的旺季 王家人每天忙的是热火朝天 草莓也卖的红红火火 这个草莓基地是由王恩平和他的二哥 三姐和小妹共同出资150多万 在2018年春天才投资干起来的 他们这一辈七人都出生在东港 但成家立业之后大都离开了这里 一色偶然的机会 王平恩看到了这片几乎荒废的土地 蒙发了兄弟姊妹回乡共同创业的想法 我前年偶尔当中我回来就发现 今天这个草莓大朋友 现在这个挺开心挺好 万州就是有这个想法 回去之后这些姊妹一看 感觉也挺好 白看扎水素大点 也应该有点事做 所以这帮姊妹全都加入进来之后 大伙儿吸引泄力就干 就是每一个就是有钱的出钱 有利处的就是就干到干到现在 离开家乡多年再回家乡创业时 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王家兄弟姐妹的草莓园一共建了八栋大棚 可想而知这工程量得有多大 基础终于打好了 草莓苗也栽到地里了 种植技术上的困难也接二连三的来了 咱刚干之后也不知道这一个棚啊 放多少米粉比较核实啊 就好像是以为那你一棚方向就可以了 咱就二个棚就买了 买这家就放了 实际这个东西 米粉这个东西 它得有数量 根据碰这个大小 咱现在知道 就前期之后那个仓棚之后 我放了一下米粉 那数量它就少 后期之后 干完就知道之后 这就是有买有往里补 这蜜蜂数量问题刚弄明白 紧接着由于操作不到 蜜蜂又冻死不少 于是赶紧再买蜜蜂再补充进去 就这样 在草莓的整个生长期 兄弟姐妹妻人 真是摸着石头过河 不懂的就赶紧找人请教 还一天都不能耽误 攒了一辈子的150多万元投进去 出钱的这几家 心理压力自不必说 其他兄弟姐妹心里的压力也很大 而为了能得到市场的认可 他们对草莓的质量要求也非常高 都是按着这个就是就是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芥干草莓和那个五公海草莓 咋都按那么去做的 就是大化肥什么就是 对草莓那个影响品质 这个这一切的肺料 我们家全都没想 哪个都每天都不去捕捕场的 就是干的这是用 就干老百姓说 就干队长都说 那个那老王家姐妹 这是就是干的 现在家里的大姐王秀琴 今年快70岁了 但从草莓开始上市以后 每天都和大姐夫跑来帮忙 小妹夫有自己的工作 但来草莓园跟着忙活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一大家子兄弟姐妹一起上阵 各家之间的亲情也越来越浓厚 他们给自己的草莓 起了个奇聚园的名字 对他们来说 这个名字也是别有深意 我感到就是这边汤这些姊妹 我都心里都特别高兴 我们家就是不管多大的事 多大的干什么 都是由我们姊妹就是 因为我们的姓都是一个姓 就是说相当团结相当气 互相争人 都是这是就是说那句话 收主之情 对我们姊妹确实就能体谅出来 所以七几月我们起的名字 我们起信信 我们就是对方姊妹的信 永远是在一起 有了兄弟姐妹的坚持和团结 他们的草莓园 从破土东宫到草莓结果上市 前后用了不到十个月的时间 而对吃苦耐劳 又团结有爱的一家人来说 成功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草莓种的不错啊 肯定特别甜 肯定特别甜 没吃着就是说甜 要说甜的水果 好吃的水果 我最爱吃的是一种 在这儿 车离子 那个说你咋会那么会吃呢 这车离子多贵呀 可不爽 高价车离子 但是市场确实不错 最近几年 车离子这种水果很受欢迎 那么现在市场上的车离子 都是来自哪里的呢 一般智利 美国 澳洲 现在我们主要卖的是智利的 智利的 然后空运的 还有海运的 然后其次就是澳洲的 澳洲的空运的 然后新西兰的也有 但是现在少了 咱们要是从智利运过来 得运多久啊 它正常的话是一周左右吧 批发商告诉我们 相对其他品种来说 澳洲的车离子更便宜一些 空运的运费贵 所以批发价格比较高 除此之外 车离子的价格 跟个头大小也有关系 这个是澳洲的 然后是四斤状的 然后这个是一百九的是智利的 是五斤状的 价位澳洲的吧 是二百八 然后智利的是一百九 澳洲的能稍微高一点 甜度就是澳洲的能甜一点 然后智利吧 稍微带一点偏酸 一个钩是二十六到二十八 两钩是二十八到三十 沙钩是三十到三十二 最大的是三十二到三十四 那是四个钩 那钩越大的价格显得越贵是吗 对 车离子也分品种 即便是从一个大小等级 也会因为品种不同 价格不一样 这个是拉宾斯 这是萨提纳 它这个都是五斤的 然后这个是萨狗的 品种不一样 然后这个是卖一百九 这个卖两百一 大小都是一样的 就是差皮毛 然后口感都可以 按照品种 拉宾斯和萨提纳 是现在批发市场上比较常见的 按照颜色分 市场上主要有红色和黄色两种 而黄色属于高端品种 黄的是最甜的 然后那个口感 红的没有黄的甜品 这黄色好好在哪呢 它没有嗓 没有花脸的地方 就证明那个车离子比较好 而且比较硬 在你采货的时候 这个就是说 就靠你自己眼力和平均的经验去积累 这个东西 你能不能拿到好货呢 就是你顾客能不能受益了 现在除了经销商之外 一些个人和微商 也会经常来批发市场拿货 今天我选过这个 这个咱们现在卖多少钱 哎呀4188 要是货品质好的话 多了一天能走七八十项吗 都喜欢吃生根 当然大的细腻甜就好呗 口感好 生活体力气高了 享受生活呗 需求决定供应 消费者对车离子的认可 才让这种进口水果 在中国有了越来越大的市场 现在顾客对这个车离子 任何度高吗 特别特别高 特别特别高 全市人就是一般都是抢 像这种货 一般都没有货 就早上一般七点左右吧 买车离子的人特别多 因为现在这这车离子价格比较合理 整理 大家也都能吃吃起 主要是进口的车离子 还是好好在 就是基本农药比较少嘛 就是说给孩子吃 就比较放心 八家子水果批发市场的商户有上千家 批发车离子的商户有五十多家 尽管车离子的价格跟几年前相比 已经有所下降 但相对普通水果来说还是偏高 另外再告诉大伙 一个挑选车离子的小窍门 要看果梗和硬度 果梗绿色的 果肉硬度好的比较新鲜 如果买回家 要尽量放在零上一到二度的环境下 能储存一周左右 车离子品相好 卖价高 要说高 咱今天高到底 咱们就说说高端水果 你看我身后 很多高端的水果 市场上表现怎么样呢 老百姓认吗 销量如何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咱们走进市场 了解一下高端水果 沈阳八家子水果批发市场 是东北三省水果批发的集散地 走进这里仿佛进入了一个大果园 各个国家的应季水果 您都可以品尝到 眼前的这个柚子就有点特别 看着有点小 它是品种不一样 它这个小嘛 特别小皮薄 你看这种皮特别薄 柚子多少都在酸口 酸甜口 这个叫葡萄柚 是亚热带常见的一种水果 在咱东北也是最近几年 才进入消费市场的 这样的一箱葡萄柚 有八斤重 能卖到六十块钱 除了葡萄柚 台湾的红心柚 卖的也挺好 这种基本上常年都有 常年都有 一年四季都有 这个季节气氛干燥嘛 吃它去火 台湾的红心柚 一年四季都有货 二十斤一箱 能卖到一百九十块钱 同样一年四季都有货 还有这个长相奇特的火生果 它现在是七十五左右 就是这么一小箱 对对对八个 八个 火生果吃了的话是美容养盐 还能瘦身 那现在这样的果一天走量 能达到多少 一板或者是两板吧 反正一百八有十件 这个火生果产地在广西 对于咱东北人来说 确实不常见 到底该咋吃呢 把它嘎开 嘎开的话放上蜂蜜 然后咱们这还有这个果 就可以吃了 它是属于那种稀的是吗 对 就这么嚼着 就可以吃了 它吃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呢 就是甜 还有清香味 终于见到一种比较熟悉的水果了 牛油果 这几年在超市里比较常见 一般都是从智利 碧鲁 墨西哥这几个地方轮流进口 如果说有一种水果 吃起来不用去皮 也不用土籽 可以都吃掉 您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是台湾的红西芭乐 整个果是全部都可以吃 它含铁比较高 也是现在比较流行一个减肥食品 用饭前吃芭乐吧 会有个饱腹感 另外呢 这个芭乐呢 是少有的 就是糖尿病人 可以不见量吃的 芭乐有两种吃法 如果它比较硬 咬起来咔咔的口感 可以配着酸梅粉一起吃 如果时间长了 它的果肉发软 也可以直接吃 口感比较软糯 每年的十月份 到来年的五月份 您都可以在市场上 买到这种红心芭乐 同样产自台湾的 还有它 世家 学名叫范立姿 这个我们习惯叫法叫世家 我们批发的时候吧 这个果实吧 都比较 比较伤 因为这个属于后熟果 它拿回家吧 几天之后 温度再四亿温度放啊 它会逐渐变软 表皮也可能发黑 那时候切开吃就可以了 世家果肉的糖度 能达到二十多 在水果里属于比较甜的 每年的十一月份上市 到来年二月份下市 如果有晚熟的品种 四月份也能够吃到世家 红心火龙果 算是比较常见的水果了 风头逐渐压倒白心火龙果 卖的也比较好 像这个果最火的时候 我产地发货还没有到家 就已经被预订完了 一贵两千多价就已经没了 卖的好不好 直接在价钱上体现出来 这种海南的红心火龙果 去年一价批发价在一百块左右 今年已经涨到一百二三了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消费者来说 高端水果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高不可攀了 尤其现在节前嘛 对于这些热带水果 新奇特的水果 销量还蛮好的 口感就是最重要的 现在老百姓吃水果 肯定讲究的就是 最主要就是口感好吃 像给孩子买东西了 都不差这个钱了 现在的水果市场消费者 大部分是80后90后一代人 他们的消费水平已经升级 喜欢买一些精致有营养的水果 一两天内吃完 更加注重水果的品质和自身的健康 这就为高端水果打开了市场